好 与此同时 中美双方的对峙局势也持续的升温 根据环球时报报导 美国将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地区部署提风系统 以对抗解放军中程导弹的威胁 而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如果祭出一招来反制 会让美国日子很难过 这个招是什么招呢 想不想要交给允熙告诉我们 好 美中对抗的另一个话题 是美国的陆军现在宣布说 他们打算要部署提风系统在中国大陆的周围 来对抗中国大陆的中程导弹 什么是提风系统呢 其实它包含了战斧巡应飞弹 还有标准6导弹 这两个飞弹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战斧巡应飞弹它的射程比较远 可以达到1800公里 而标准6导弹比较短一点 它只有460公里 而全套的系统还包含了四个发射器 一个指挥所 还有重装跟支援的车辆 前立委蔡振元 他也提到说 这个提风系统 其实它真的蛮厉害的 包括了侦察锁定识别发射 还能做到战场管理 但是以往是在海军的舰艇上使用的 陆军要把它部署在陆地 其实蔡振元认为 这个效果可能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另外美国的陆军 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周围 来部署这个提风系统 对抗中国大陆的飞弹 蔡振元认为 如果中国大陆想要反制的话 其实他去跟古巴合作 在古巴建这个导弹基地 古巴的距离 其实离美国本土就很近了 他认为如果出这招反制的话 美国就要投大了 好我们再来看 日本福岛核废水最快8月将排放入海 虽然确切时间点还没有定案 但已经引起了邻国的忧心 台湾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曾经对外挂保证 说福岛核废水经过处理之后 可以安全的饮用 不过有专家担心 如果处理不恰当 核废水部分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 恐怕长达5730年之久 恐怕会在环境当中长期存在 对此国际原能总署坦诚 内部专家看法确实出现了分歧 而韩国冀州岛渔民 虽然持续的抗议 痛批大海不是日本核废水的垃圾桶 但是在官方评估 认为这个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中国大陆则质疑 如果没有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引入日本地下水系统就好 何必大费周章排放入海 这是日本民众反对政府 要把福岛核废水排入海中的看法 他们口中的放射性物质指的就是川 也是福岛核废水中 无法以现有技术去除的放射性元素 根据日本国内的一项民调显示 有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 反对将核废水排放入海 就是因为高剂量的川具有致癌性 而且持反对意见的日本民众认为 经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 在公布净化核废水的资料中 涉嫌对日本大众隐瞒部分真相 因为除了川之外 还有其他元素也会被排入海中 不止日本国内反对 就连周边国家也发出抗议声浪 超过三千名南韩群众 对于日本有意执行人类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排放核废水的举斗 更是表达出强烈不满 抗议民众认为 日本政府的做法 根本是网布环境安全和海洋生态 只想把烫手山芋丢给全世界 甚至拉着所有生物一起陪葬 简直是居心剖策匪夷所思 来自全罗南道的渔民 李太植就提出质疑 如果核废水像是日本政府 对外宣称的那样 辐射剂量低于日常饮用水的话 为什么不干脆拿来灌溉农田 或是作为工业用水 反而坚持要排放到海中 显见连官方都不敢保证 经过处理之后的核废水是安全的 部分抗议民众则说 日本政府就是想贪图方便 只要把核废水排进海里 不但能解决存储问题 还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 又不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负责 是一举多得的政治精算 只不过南韩民众绝不会 让日本的如意算盘得到实现 尤其被联合国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韩国冀州岛海女文化团体 更是痛批日本政府 已经侵害到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机会 并且为他们在海中作业时 带来健康上的危害 从事海女工作多年的李友证就说 自然界的规律循环 将会让所有人都逃不过 排放核废水 造成海洋污染的后果 排放福岛核废水的影响层面还不止于此 除了以海为生的捕捞液 海产养殖液都受到冲击外 就连料理中必不可少的盐液 也是较苦连天 韩国海洋及渔业不统计 过去两个月以来 市面上的海盐价格已经上涨了27% 受到恐慌心理的影响 市场上也出现囤积海盐的现象 迫使南韩政府一方面采取打击措施 另一方面也尝试以各种手段 维持供应稳定 但是这些方法都只能治标 若想从根本上解决 就是让日本停止核废水排放计划 才是釜底抽薪的唯一选项 除了南韩之外 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两地 也透过官方及民间的力量 试图向日本政府 传递反对的立场 而核汇染水 这明显是发生核事故之后 尤其是我们此前关注到的一些现象 雨水渗透到已经溶解的堆芯之后 是具有高放射性的 所以基本等同于核废物 而按照美国等相关国家 处理核废物的规定 核废物不能排放 只能够进行长期储存 而很明显现在面对质疑 日本的选择是进行洗白 而并非正面的回应 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 在继续试图前进 这连菲律宾都表达出不信任的态度 更别说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鲁 同样对日本政府的决定感到难以理解 甚至希望透过国际组织 向日本表达担忧 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 已经是国际间高度关注的议题 反观台湾 这件事不晓得是被刻意淡化了 亦或是台湾百姓根本对此漠不关心 而且不见诸如掌管农林榆木 环境生态安全 监督辐射防护 以及外交事务等相关部门 又向日本政府表达出台湾的立场 或是提出因应对策 甚至也没看到政府高层有任何举措 难道官方这么有把握 福岛核废水不会流向台湾 然而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却不是这样 根据估算 短则一年被排放出来的川水 就会抵达台湾周边海域 在以法国国家研究院 常驻日本的福岛灾后计划 主持人赛希尔博士的研究认为 一旦核废水被排出 依旧会造成额外的污染 因为放射性核素 会随着海洋洋流传播 长期被浮游生物或植物所吸收 尤其这些物种又是海洋生态链中 主要被摄取的食物来源 也就是说 当浮游生物或植物 摄取到放射性核素之后 会先被小型鱼虾吞食 并且累积在捕食者身上 接着小鱼小虾 在被大型鱼类捕食后 摄入量就会越来越多 最终经过人类的捕捞 变成餐桌上的食物来源 一旦这些带有放射性核素的海产品 被人类吃下肚 就有可能增加罹患癌症 及其他疾病的风险 这在学术上称为 生物的累积和放大作用 当然也有人会说 不吃海产食品 不就可以避免这些风险了吗 但是这又是一个误区的理解 一来这类海洋生物 有些是加禽加畜的饲料原料 更换非海洋动物性蛋白质的食材 不代表不会吃到放射性核素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人类放弃 食用海洋蛋白质来源之后 我们的养殖业者和捕捞业者 又该何去何从 一旦他们的谋生技能被迫中断后 影响所及将不只是经济层面 甚至有可能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 届时要付出的代价 就会是难以想象的高昂 所以要请问政府 是否对此做好了准备 是否也推演过各种因应方案 而且也要问问台湾民众 为什么对这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会这么无感 尤其是台湾人 为什么你们都不吭气 而少子化现在成为台湾的新股安问题 尤其现在大学生也越来越少 连带让周边的出租套房 不像过去一样抢手了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 因为学生数量的减少 出租几率降低 包租公跟包租婆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此专家们也建议房东 说可以趁此转型 开拓更多的租客员 及早因应烧死化的来临 临着行李走进社区 准备开始一整天的整理工作 大学生谢同学是朱屋竹 就读台北大学 这一天是他搬进三峡新房的日子 对于找合适的大学住宅 他可是做足功课 找房子大概两三个月 因为我比较早就开始找 所以就比较久一点 每个社区四处的时间 都不太一样 然后又要看房东 就是对 他们看他们怎么讲 因为有些比较像是学长姐留下来的 然后学长姐会直接问学弟妹 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才找到合适的房子 谢同学表示不是房子太少 而是他要求比较精细 放眼台北大学周边 三峡这一段 住宅房情非常多 社会与台北大学学生多 这几年出租一直很稳定 但多少受到少指化影响 学生变少 跟过去那种秒杀的出租情况 相较之下缓和不少 台北大学的学生多 所以在居住的需求上 也就更加讲究 但是如果到了中南部 或比较偏向的大学 现在要租房子就更加容易 也导致现在有些房子 租不太出去 但离开的大台北地区 其他比较偏远 或者招生困难的大专院校 周边的包租公包租婆 可就伤脑筋了 学生变少 加上中南部大学校舍腹地比较大 宿舍也比较多 学生为了省钱选择住校 校外租房意愿降低 年代让这些包租公婆 出租房受到困难 费还是有点贵 宿舍相对还是比较便宜 所以电费也便宜很多 就能住宿舍就住宿舍吧 像是高雄的湖内区 东方设计大学 创校已有76年 但受到少子化冲击影响 今年5月底 已经向教育部申请停招 连带让租屋市场跟着崩盘 近一年实价登陆揭露 租屋数全部挂淡 目前网上带住物件也很少 甚至有房东衍生了抛售想法 大学的学生变少的话 或许他就顺着 房价变高的情况之下就抛售 但是大的趋势事实上 是台湾的租屋市场规模不够大 而且租金也稳定的在上涨 那这个部分如果放在一个 比较中长期的眼光 事实上房东是可以 好好的经营这个租屋市场 因为高零化的社会 也需要有高零化的出租住宅 少子化学生少 根据数据统计 2022年18到21岁大学生 跌破百万人 国发卫更推估 到了2028年 将跌破80万人大关 到时候全台湾只剩下 77.7万名大学生 大学周边租房行情 势必受到冲击 但专家建议 不要随意低价抛售 应该要拟定更多的配套方案 房东想要转型 除了将原本的雅房套房打通 租给所谓的小家庭之外 目前政府也积极地 在推动所谓的公益出租人 那么在公益出租人方面 不论是房屋税 地价税 甚至是这个所得税 都有减免这样子的一个优惠 专家建议学生数量减少 但可以转型 把族群指向上班族 像是南科兴起 不少人南漂就业 以东方设计大学为例 临近大湖车站与大湖夜市 距离南科只有十分钟车程 保住公婆可以重新装潢 以就业族群为导向 辅佐现行的学生租屋 可以拓展更多的租客来源 可以做一些转型 针对可能来这边工作的一些 科技人员或是年轻人 甚至未来的高龄化之后的 所需要的一些处处助展 那做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把房屋的屋况 就比较做合法的一些转型 而且更重要的 其实这个是未来政府的 一个补贴的政策 少子冲击吹向租屋市场 保住公婆也不能坐以待毙 开租客源 整理房型 因应时下趋势 TV的新闻令华来民台北产报道 好 然而在疫情之后呢 学校跟补习班都重回了实体课程 拨却发现 有部分学生因为害怕交际 或是面对人群 加上早就习惯在家自学 或是上网路课程 因此呢 是不愿意回到实体课程来上课 对此专家指出 可以让学生踩分阻 或是团体授课的方式 藉由讨论沟通跟互动 让学生尽快适应实体课程 认真做笔记听老师线上教学 林轩在今年国中会考 考出满积分的好成绩 从小对树里有兴趣 尽管进入暑假也不松懈 继续补习全力一搏 希望能进北一女数理自由班 现在其实有点类似先修 就是高一的内容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考数字班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不过这三年碰上疫情 他说在国中期间 有一大半时间学校都采线上教学 虽然学习零中断 但同学间的学习成效 出现很大落差 对国中小的学生来说 线上教学需要更多自律 与时间管控能力 补习班业者就认为 网课阻碍了学习效率 也很难掌握个别学生状况 线上课程的就是说 学生比较容易分心 然后他可能在电脑 开了另外一个小视窗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在房间里面 家长是很难看到 学生他整个状况 有些孩子他就是需要盯 他可能在国中高中的阶段 他需要家长或者是老师师长 帮他忙盯他们 其实最好的吸收是在课堂上 线上教学经营不易 但疫后恢复实体授课 却出现有部分学生 不愿意回到实体教学 因为早已习惯自主学习 他会用很多交通的远近 然后又会觉得说时间 他没时间念书 然后他没时间消化 其实通常来讲 这都是理由跟借口 我们能够帮助他的就是 不断的让他 就是说劝说他 或是跟家长一起 带他来实体 然后慢慢看到实体的功效 帮助他成绩有进步 那他才会接受 回来实体授课 网课之后回到实体课 这个拒学的越来越多了 因为他已经习惯网课 或者说他本来在学习风格上面 他就比较希望是独自学习 他对人际互动是比较有一点敏感度 不太习惯 所以前两年这样网课 他反而觉得很不错 而且作息就比较不用赶车子 等等这些确实有他的好处 那就在因应上面来讲 本来学习方式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的教学方式也可以多样 专家呼吁为了让学生尽快适应实体课程 老师必须改变上课模式 传统单向的讲述式教学 会让学生失去学习动力 可以采用分组团体授课的方式 做出差异化 也就回到实体课的时候不要再排排座 排排座就是老师跟每个学生互动 就又流回到线上课了 所以你最好把上课的方式 那个环境把它改为 不可能是M字形V字形 也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小组 那这个从环境营造开始 那接下来说老师你的上课方式 那不可以再留意所谓的填鸭讲述法 希望透过一个小组的探究学习 因为学习是来自于探究对话 而不是来自于听老师上课 有些同学他跟同侪的互动 他会感到一些压力 这样子的同学他就有可能 线上的课程会是他很好的选择 因为在线上学习的时候 他少掉了一些来自于 同侪互动的一些压力 或是关系处理的问题 他的高中的这三年 有可能维持线上的上课 对他来讲 也许是目前最适合的方式 对于这样比较特殊的同学 我们也会听从专业的意见 尽量就是让他在学习 这件事情上面不落后 疫情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但不管是实体或线上课程 都得在体验和互动上更下功夫 TVVS新闻 刘立成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好 但未来AI如果发展更蓬勃 会不会取代实体课程呢 Chat GPT的爆红 也因此有人称今年是深层式AI元年 科技龙头Google也在开发者大会上面 公开更多的AI应用 然而随着AI运用暴风式的成长 也连带引发了道德监管问题 有人才取代的疑虑 该如何取得平衡 Google台湾总经理林雅芳 也接受了TVBS的独家转访 我自己当然是使用Google的手机 拿出手机开心介绍自家AI新功能 魔术橡皮擦 她是Google台湾总经理林雅芳 本来的搜寻的这个功能里面 它本身就是有结合了一些 不论是深层式AI 或者是像一些AI不同的辅助功能 在后面去提供讯息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 深层式的这样子AI的功能 只是所有的讯息提供的一种方式的 其中一种方法 被问到深层式AI大型祈祷的此刻 在确论GBT上 简单发问就有文章生成 会不会也挑战Google的根基大业搜寻功能 它气定神闲 最终消费者或者是使用者 他想要去接触讯息 还是以人 他在跟什么样的界面去互动 那我们其实也不停地在探索 不同类型的界面 怎么样可以给到使用者一个最好的体验 那当然在这个体验之下 会有对应的这个商业模式上面去协助说 怎么样去协助这个运营的这个运作 使用者之上永远是提供服务的铁律 即使在AI领域 Google已经搜得很前面 陆续推出海啸野火监测服务 在台湾也有新服务 沉浸式实景 结合知名景点的数十亿张街景和空白照 以AI技术当基础 要给你身丽其境的天气预报 不过当面对深层式AI 却显得特别谨慎 不是为了追求创新而创新 而是这个创新是应该是要可以帮助 人类可以更好 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下 其实也会违背了我们公司当初创立的这个初衷 把企业社会责任看得跟科技创新一样重要 毕竟AI工具会不会侵犯人类道德底线 成为新型犯罪工具 不止台湾 全球都很关切 如果你是运用AI 譬如说跟战争 或者是说一些 我们非常明显知道 跟这个道德上面是有违背的 那这个就是已经跟这个人类善良上面这些 比如说刚刚有讲到像这种 不论是战争 安全 这些最基本性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这个 所谓AI开发技术 是放在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下 那所谓的监管在怎么样保障说 这个人民的福利跟知的权利 跟怎么样能够不会让因为技术领先 而衍生一些相对应的风险 其实这个是一个双面认 就是说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平衡 因为当你无限制的监管 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 所以再次快化 我们也是跟政府相关单位 有非常紧密的交流跟讨论 根据美国人工智慧权威葛瑟的说法 在未来几年之内 80%的工作就有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 人类价值又在哪 我不会用取代这个字 我认为人跟工作的本质 都是会进化的 就像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当没有发明飞机的时候 可能当年没有空服演员这个行业 那没有YouTube的时候 也不会有creator这个行业 所以工作或者是这个job这件事情 它其实会随着这个时代 它其实是会与时俱进 科技在变 人的能力也要迎头赶上 顺应AI潮流 Google再开上百个职缺 想加入这样子的科技公司 总经理点出 学习力 全球观点及人文素养 特别重要 尤其这项力 一个跨域的人才是说 我怎么样横向的可以去善用这些工具 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个统合上面的运用 然后可以去创造一个我想要创造的东西 科技发展的起点似乎就在眼前 如何跟人工智慧共存共融 必须仰赖现在你我的智慧 特别新闻 欧国强 潘建华 彭炬 台北报道 但我们说生而为人 总是难以抵抗岁月所带来的影响 更年期肥胖更是让不少人都很困扰 一般来说 女性的更年期大约出现在50到55岁 男性是在55岁到65岁之间会出现 一直指出 更年期后属于老化的阶段 基础代税率的降低 导致摄取热量虽然固定 但是消耗的热量却不断的减少 体重会容易出现明显变化 所以医师特别提醒 务必要控制饮食 多运动 维持良好的睡眠品质 肥胖任何人都知道 这是会严重影响健康的问题 其实更年期后 因为女性软潮功能衰退 属于一种自然生理现象 但仍有些妇女生理心理的不适 若合并体重增加 会导致更年期妇女摆脱不了肥胖 另外女性荷尔蒙分泌不足 会影响脂肪代谢变差 可能造成体重的增加 原本更年期前是小腹围突 更年期后就成为中广身材 就是因为更年期后 软潮功能衰退 导致磁基数浓度下降 进而降低脂肪代谢 另外随着年龄增长 基础代谢率会下降 加上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 导致中年肥胖发生 肌肉的比例下降导致的 所以这样在吃一样的东西 洗手一样的热量的时候 就容易导致肥胖 那在解决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是要靠运动 还有饮食的控制 用运动来增加肌肉量 就可以减少肥胖的问题 肥胖除了会增加吸血管疾病的风险之外 也会导致癌症机会增加 那些在青少年时期 救肥胖的病人 在中年之后 所产生的癌症风险 都会大大的增加 女性在进入45岁到55岁过后 女性荷尔蒙下降 这个时候脂肪容易累积 体重也显得难以控制 那更年期的患者容易受到肥胖 甚至进步的三高 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 如果我们可以控制 更年期患者的体重的话 就可以进步的控制他的三高 那患者的心血管疾病 会因此而下降 更年期其实不只是女性 男性也有更年期 一般来说女性更年期 出现在50岁到55岁左右 男性出现在55岁到65岁之间 那么之后 大概就是属于老化的一个阶段 所以基础代谢率会降低 我们都知道 在基础代谢率降低情况之下 你每天摄取的热量 其实是固定的 可是你消耗热量是减少的 这个一加一减当中 其实体重是可能因为这样而产生变化 当然是有益胖家族的 这种体质的因素 再加上糖尿病的病人 再加上不太运动的病人 那这些都是容易造成肥胖的 最主要的一个族群 其实更年期的肥胖 事实上跟一般的肥胖 事实上它减重的一些策略 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在更年期的肥胖 我们还是会建议它 就是在饮食的控制 要特别的严谨 那再来就是要有一些规律的运动 要定期的检查 才能够达到减重的一个目的 年纪稍长之后 我们身体胰岛素敏感度 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因此在这个前提之下 身体新陈代谢需求量也会降低 造成体重上的变化 在中年老年以后 也会产生体重增加的情形 可是增加并不是一个肌肉的本质 而是脂肪组织为主 还有水分为主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面的话 控制饮食的习惯 还有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 都非常重要 目前控制的方式 可以从饮食运动 跟药物的部分下手 运动部分现在虽然对认为 对体重的控制 比较没有明显的帮助 但是对于预防腹胖 以及维持心血管疾病 能有帮助 现在新型的药物的部分 我们可以藉由新型的药物 让大脑有饱足感 延缓胃排空 促进胰脏跟肝脏的葡萄糖的代谢 那对体重的控制 能有极大的帮助 少吃也会胖 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事实上有些人少吃 但是他吃的东西 是一个精致的 高热量的 高淀粉的 高脂肪的一些食物 事实上这些食物 都是会造成肥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少吃 医师提醒 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 更年期女性 也可以改变生活方式 帮助减重 像是降低压力 规律坐席 避免熬夜 维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透过适当的饮食 多运动 别让肥胖 早上门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